剩下不到一个月就要投票 但是确诊的民众 当天还是不能出门投票 估计有30万人受到影响 让蓝白阵营再度开跑 现在指挥中心 对于相关的管理措施 也逐步开放 那同样的对于这次投票 你也应该相关的配套 也要演绎出来 这根本就已经到独职的程度 躺在立法院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中选会 可以说完全没有提版本 在籍的投票至少需要9个月 才能得到 才能来得及建制电子的系统 指挥中心跟中选会互踢皮球 日韩都能 只有台湾不能 蓝白阵营再度提议 可以参照其他国家 美国戴口罩保持1.8公尺距离 韩国延长投票 日本邮递选票特赦投票所 但是台湾就是不能投票 韩晃中选会推动不在籍投票 也把矛头指向指挥中心 黄碧晃你担任指挥官 你有空去跟陈时中密会 你不敢下这个决定吗 防疫国家队变成呼踢皮球国家队 你口口声声说 18岁公民权 复决权这件事情是你的力 然后你说 蓝的是打假球 那我就请问你 你连这30万人都不让他出来投票 你哪个部分是打真球 蒋万安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你对于政府的一些作为 可以在立法院行使你的监督之权 那不要随时随地 赌职好像成为他的口头禅了 赌职这个词成为蒋万安 不负自己的责任 只会胡乱栽赃别人 尊重中选会的规划 那这一点我们不会有自己的意见 因为我们依法而行 选战进入最以后关头 许多县市选情持续胶着 在野党不但要争取 确诊者投票权力 更要争取每一张的可能选票 欢迎订阅章平达张寒暄 宋志宁台北参访报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